哈囉 各位同學 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來教一個東西 叫做可愛 可愛它是有公式的 我們今天只要教一種公式就好了 就是眼睛大一點 頭大一點 就這樣而已 然後我們等一下要準備一個是這個 你隨便剪一本書 然後你翻到什麼東西就把它畫下來 你可以畫就畫畫看了 好 那我們現在就直接來啦 好 我們這次來是準備一張紙 能畫什麼就畫什麼 好 現在我翻到這個變色龍 好 剛剛講到了 東西 眼睛要大 這樣就好了 眼睛要大 然後接下來 頭要大 好 那我已經做到這裡了嘛 那不是頭要大就是身體變小就好了 好 身體變小 好 這樣我就完成一隻變色龍 然後站在一個樹枝上 好 樹枝稍微複雜一點 好 那 這樣我就完成一個了 好 那接下來下一口隨便換 喔 好豬 這太難了吧 其實還不會很難 你只要把特張裝上去 剛剛講過了 眼睛大的 然後阿 裝上他的腳 好 那接下來 豪豬 豪豬不是很多毛嗎 很順暢的把那些毛阿 給慢慢補上去 好啦 那他就變成 一隻動物了 一隻動物了 好 再來 再亂翻阿 獅子 怎麼一直都翻到很難的東西 先裝上眼睛 好 然後阿 再裝上 他的 特徵 裝上他的 中毛 好 再裝上耳朵 好 再把他身體縮小 身體 好 這樣翻過來一點 身體縮小 好啦 這樣就是可愛動物了 好 我們再來 再翻 鴨子 好 鴨子 眼睛變大 你看看 特徵裝出來 他的特徵是 嘴巴 有點方 好 有鴨頭了 再來把 身體 縮小 好 這樣就是一隻鴨子了 好 再來 隨便亂翻 喔 猩猩 好 沒關係 翻到了 就畫畫看嘛 猩猩 眼睛變大 眼睛變大 好 看起來像是 像是青蛙 猩猩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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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我腳好像放錯邊了 好 再來 下一個 鯊魚 鯊魚總算簡單一點呢 性 性的挑戰有點艱難 鯊魚 鯊魚 好 再來 好 最後一隻 我隨便亂翻 這什麼 龍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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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看到是這個 龍蝦 一樣 眼睛變大就好了 特徵抓出來 龍蝦 頸比較長 前面刺刺的 刺刺的 殼也刺刺的 殼也刺刺的 刺刺的 刺刺的 刺刺刺刺刺刺 好 再來 它是一截一截一截的 一截一截的 它跟蟑螂最大的差別是什麼 它下面是扇形 好 好像還可以再加一隻 好 隨便再翻 這是什麼 犀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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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先畫大大的眼睛 眼睛大大的 裝上腳 特徵 特徵 好 裝上耳朵 好了 這樣有沒有成功呢 我這次就到這邊 星星有點搞窄 我現在 下次再來 好 各位同學 這個啊 這是什麼呢 這是 其實 如果你家的兄弟姐妹 拿這種 拿這種書 他就可以直接翻出大挑戰 好不好 下次我再試一遍 好 各位同學 再見囉 拜拜